哇哦 妈的 哈喽各位 又欢迎来到我们的 Lexus 穷车组 是不是 Lexus 快乐车组的分享会 这个已经到 Part 多久了 我也不知道 是基本上我拥有这个车 有一个概念 就好像人家去穷游有没有 就去穷旅行啊 我就是穷车组了 这次又来到我们美丽的周六 周六就是要做什么 花钱啊 然后相信呢 这个又是一大笔钱 可是这个是必须的 不是说因为这个车有多烂 多不好 所以才需要花这个钱 NO 我要换的东西是什么呢 OK 就是这个啦 我本来的这个Dire 是这个Pirelli的P7新出拉座 我也不要卖什么官司了 我直接就揭晓了我要换什么Dire 然后给你们知道那个Budget Range 是多少 470块 我知道你们买Dire的很多都有跟我讲说 哎呀Dire一定是PS4啦 或者是什么Premium Contact 或者是Max Contact 不好意思啊 我 我还没有 我有那个能力 可是我下个月还要吃饭 我就是换了一个Dunlock 我已经买了这个Dunlock Max Con Dunlock Max Sport 050 Plus 这个是一个我的Lexus车有Clarence推荐我的 据我所知Dunlock呢 在马来西亚现在是被Conti代理的 就Conti是manufactured Dunlock的Dires but 他们只是在东南亚地区比较多啦 就是马来西亚 泰国什么 随便啦 然后我的这个Dunlock呢 它不是马来西亚制造的OK 这个是日本制造的 因为他们现在是被这个什么Sumitomo Dire 在日本购买的 这个Dire呢 虽然是比不上PS4那种 哇什么什么什么 可是它的 网站那边写呢 它还是能比得上PS3啦 然后P0啦 然后那个什么Potenza S001 是蛮不错的OK 虽然有很多人讲你400系不如就 不如你个P1啊 加多100多块 4条Dire 现在就不是这样子的价钱了OK 每个人你问也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价钱 so 觉得这个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呢 我也没有给它杀价啦 我就讲OK啦OK啦 杀你啦 虽然有很多人跟我讲说 Clang那边的价钱 你可以去那边举几家去问 大概你就能得到一个不做的价钱了 可是我就是首剑 OK 首剑 38km 30多分钟 然后现在早上 又塞车 他妈的 KL 30km 我到那边多久 半个钟头 OMG 然后为什么会找到这个Dunlock Maxxport呢 除了我们的这个 Aclarence推荐之外呢 我其实也有去稍微 所以上网搜索一下啦 我是觉得他们的 这个是他们Dunlock家族里面的这个flagship 所以它算是一个high performance summer diet 然后我是偏爱 就是比较厚一点的sidewall 可是我要至少要它的那个够软啦 so that它不会坐起来很不舒服 Hey Google Is there any petrol station nearby Bye Bye Detour啦 加一个stop去reload 走走走 哈啰老师 哈啰 没趕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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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Dunlock SP Sport Maxx 050XR 你们看到我这个是99 speed rating的 然后还有我的这个ZR45 一个台大概拿到700多kg啦 所以它的Max Look 不错不错 然后它的这种 asymmetric design 就我觉得很多high performance diet也是长这样子的吧 Made in Japan 你看已经裂开了这种痕迹 嗯 嗯 你吃的Gator没有了吗 有 还有Baru品牌啦 嗯 Burlapal喔 你呢Burlapal喔 5Burlapal 5Burlapal ok ok Burla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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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少车用这个size 就有这样的Lexus吧 是喔 棒 Burlapal 给你们讲一讲啦 第四代的Lexus 新的呢 就是跟我这个一样的 ok 好 买单 就给你们做一个简单的报告啦 ok 四条 1880 然后这个60块呢 就是刚刚那个 那个WALF啦 Tubeless WALF 他讲我的那个 Rubber已经有点 有点旧了 15块 我就觉得换掉它啦 1940 ok let's go let's go 新Daya嘛 第一感觉应该是 哇真的是没有Rolling assistance 那个Resistance 哇 好爽 就没有像之前之前 如果踩油的话 它好像还有点抗拒要前进的感觉 这个就真的是 很顺耶 所以我觉得它 那些Root Bombs的话 那个Undulation 就跟我之前那个 没有太大的差别咯 终于有点空路了 好 80 哇 哈哈哈 ok 这个算是我比较常走的路 平时这边呢 我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用这个速度过完 懂我这些 好 那个车几乎是没有什么震动 只是有那个wind noise 比较多 所以比起之前那个真的是 哇 过了一天 ok 还蛮无奈的 这个东西 妈的咧 给我 MSD full what the 现在我来跟你们 下雨嘛 刚刚继续刚刚的那个 footage 所以可以来检测一下 看它给我那个信心有没有比 其实我没有一个bench bump 比你懂吗 所以我只能跟你们讲 可能过这些 水踏的地方啊 它会不会就是整个车会不稳 这样子 我只能讲这些 因为我自己没有用过 什么PS4 我驾过Tesca有啦 放在这辆车呢 就只是只有那个垃圾打压而已 因为下雨 我觉得没有人会 特意去开快啦 ok 毕竟是一个后轮驱动的车 我不可能 为了一个test 我去拿我的生命来给你们 border 然后就撞多一次 搞不好 这一次就 touch wood touch wood 还好我有real wood touch 它的那个mechanical grip呢 还是有的 虽然在雨中 因为它的这个 asymetric的design 就是这个purpose的 所以没有什么 特别的 而且我们不是走着一个 快的速度 所以我一直在找 这下一个水踏的 你懂不懂 就是那种 水一出来的时候 它蹦 然后那个水就 破出来 然后整个车会不会就不稳 What the 今天是 多少个强箭犯 一个个piece 来 我们现在在这个glanmary的一带 可是以这个速度60到70来讲的话 呃 我真的不需要去踩 这个拉很predictable 哇这边超级多水丢出来 呜呜 没事 它完全就是 它完全就是 切过去的那种概念 哇 这边的水是多灵到 哦 这边 哦 哇 有差哎 我之前那个一过这种 那个阻力是有的 会完全影响到你staring啊 会好像 哎呀不稳不稳这样子 这个是完全切过去的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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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的 鸡 白 我妈 超 Bezer 是不是Eco Taya 才会这样子 它刚刚是进一个水 它 而且我自己眼肉看到的不是很大吧 可是它真的飞这么高 而且那个速度也不是很高 60多而已 哦 哦 啊 我突然间 打signal 然后各位的话 可以稳耶 哦 爽 来 第一个弯哦 这个算高速多 100 哦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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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好稳哦 呵呵 好 我们现在又到了一个更高速的阶段 然后这一次来看一下它的声音 这种速度我最怕就是它staring突然变轻 来test一下 没有 就它还是很reactive的那个staring 去的那个方向我能掌控到 OK 这个弯 哇 哇 这个confidence level 跟之前 真的比起来 真的不能比 可是so far 这个我呢 feel到它的limit 还是有 我会feel到它 很容易就去到它的那个limit这个边缘 就for一个root root use的话 除非你的胆量够大 你就觉得那个不是limit咯 总一个结论来讲 这个价位 可以可以推荐 可是我没有讲值不值的哦 没有试过别的牌子 OK 希望我记录到我想要表达的东西 可是没有也没有关系 然后你们如果有机会 或者你们有在用的也可以给我知道 好 就这样了 我试完了 已经到家了 OK 谢谢 拜拜 拜拜